聊数码新闻动态台湾行业内部二汤道 我今天就欢迎来到这期的剑哥说 我们来看上周有哪些好玩的事吧 先说一下 上周因为我这个嗓子一直不太好 所以录的3G视频其实都是精力去憋的 这周稍微感觉好一点了 而且大家看我穿的短袖我真的没有开公桥 因为这两天南京不知道为什么 室内居然有20多度 所以说感觉这个T恤不错的话 虽然冬天卖T恤有点二 反正好像这两天能穿 大家觉得不错的话可以支持一波 其实上周是CES上市发布了不少的东西 比如说13代的非K的CPU 包括13代的一些笔电 甚至还有什么爆出来的一些40系的一些 移动端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说实话 你比如说虽然说像13代的非K的酷睿 已经能买到了 但是我觉得价格非常的不好 而且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 过年之前应该都不会去降价 你想你花一个比12660KF还贵的价格 去买个13400 实在是没有劲吧 所以说那些东西我觉得等到过年以后 回来了价格比较稳定了 一个相对正常价格以后 我觉得我们再去说那些东西 现在的话估计就因为那些厂家都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嘛 就不去多说了 我们说一下上周一件 我觉得看起来有些哭笑不得的事 包括引起我一些的思考 上周一个人啊 他好像就是一个素人号 这边一个视频有人 好像是一个视频都没有发过 然后他做了一个视频 起的标题类似什么什么什么揭秘几十万粉丝 什么什么有多坑爹什么东西的 这挺无语的对吧 居然我也能被摆上去一通啊批判了一番 其实他抓到我店里的一个配置嘛 卖5100 然后他说这套配置怎么怎么垃圾 他自己在屏诺多上4000不到就能弄好怎么怎么怎么了 我一看这个当时我一愣 我说我靠4000不到 那我都要找你去进货呀 但是后来的还甚至还说什么 什么用3050就是什么脑子不正常智障检测卡 应该去用那个二手的2060 或者用A卡怎么怎么怎么的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 其实我说实话其实底下的评论还挺出乎我意料的 我以为大家本来应该很多人都是对吧 你们这些奸商对吧 这些博主都太黑了骂骂骂 虽然有些人是在这样骂的 但是我也看到向东西反而是批评这个做视频的人 他们说对吧你说4000块钱不到 拼多就能弄倒 他们有人真的去拼多上去搜了 虽然我再次表明我是非常反感拼多这个平台的 拼多之前找过我做过推广 我一律不接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借拼多的推广 是触破我道德底线的 因为我觉得对吧 我这话可以负法律责任 如果拼多觉得我说的不对 他可以去法院起诉我什么的 因为我是有证据的 我觉得拼多就是一个诈骗平台 购物体验极为糟糕 你上面买东西不要指望有售后 不要指就买到假东西就是 就你应该觉得稀以为常 对吧我就把话放在这 那即使这样 他们有人拿拼多价格去搜救那种正常的低价 就正常的排序的那种低价 而不是你这种什么鸡脚嘎啦里面的一个什么价格 可能是人家忘记调价了 或者说什么你看的啊 什么显示什么价格 然后你点进去了 比如你显示什么500块钱 但你点进去了发现你选到你买的东西什么600 700块钱啊就这样子 就人家正常搜了以后发现这一套大概要在就一模一样的配置 大概也要45004600的样子 我卖个5100我觉得不算过分啊 你总得让我赚点钱吧 而且咱说实话拼多多很多这些东西 我后台经常能看到一些私信什么的 说什么我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我在咸鱼上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完了以后什么卖家不理我了 什么店铺甚至店铺直接关掉了 然后他东西坏了啊什么什么能不能帮忙售后什么的 有的时候反正每次我看到这种我都特那个 就是我不是说反对大家去拼多多买什么 虽然我个人特别鄙视拼多多这个平台 但是对吧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那社会它就这么大 存在集合理 那有人他就是愿意去买 我觉得说你买可以 但你买之前你应该清楚 就拼多多你买到也不能叫假货 就买到一些就是有些问题的产品非常正常 买到产品买完就不管你是非常正常 客服就行动虚设也是非常正常 买完以后过一阵子店都没了是非常正常 就是你要能接受这些风险那你就去买 现在很多人真的 所以我为什么非常讨厌也比较讨厌 就是我自己坚决不接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拼多多推广 我知道很多博主都去接 我是觉得对吧 既然拼多多上相当多的这样的行为 那你还去鼓励你的观众去拼多平常去买 那你是不是应该跟他们告知这样的风险 你敢再接这些广告时候说 对吧 风险提示 拼多多上出现这些无七八糟的扯鼻式 都是正常的 你又不敢说 就说拼多多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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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我们不一定是反对便宜 而说你了解到他便宜背后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但是很多人你不告知他 有时候你家也不差那几十万钱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搞 这是一件对吧 然后说回来 你就算拼多上正常四千五到四千六这个价格 你也对吧 和你说四千不到 这个差的也太远了 我反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这个价格 他一开始那时候置顶留言 颜值早早的 一模一样的辈子四年不到就能搞到 那被狠被不少人人家真的较真去算了 出来以后他又在那边什么改口 反正就是各种 我觉得就没意思对吧 你当时骂我骂的时候特别爽啊 把我骂的狗屁不通的什么五千关键机子 要赚一千多的 那人家算出来的没有这么多 那你啥呢 而且咱我说实话 对吧 你其实你拿我并不反对 真的说我其实比较鼓励对吧 大家对DIY有点兴趣的人自己去买买散件 无论是你这个散电是一个个都是去京东自营的价格 但我说实话 你京东自营因为它一个是含税的价格 二的话京东自营确实算是所有平台里面 我觉得售后相对比较好的 它可能京东自营一套价格 可能比我店铺里卖的整机价格还要贵了 但是我觉得DIY是个西洋产业 还有人愿意去自己买配件装机子研究 它总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也是比较鼓励大家去买散件自己装的 但是你不能把散件的价格跟整机价格比 你散件 他们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有些人留言什么 哎呦所有博主的整机店都是坑人的 你自己就受罪的价去买 买完以后 你只要东西坏了 就算店铺跑路了 硬件厂家必须要给你管的 反正售后都是厂家售后 又不是这些店铺售后 这些店铺 他们又没有能力修东西 他们也是给你寄到厂家 所以不要买那些整机子 你就到时候就在 你就找退地价买这些东西 完了以后 售后就到厂家去 说都这样说 那为什么我后来还老有私信 什么店铺关了 售后不了让我帮忙的 没这么简单 还有你说你散片CPU 你找谁售后 英特尔找你售后吗 你只能找店家售后 那店铺不一关一弄 不就跑路了吗 其实不仅拼得多 甚至淘宝上很多的 卖CPU店铺 都是不争钱 甚至亏运费 甚至小亏一点 它就是一个广告作用 就是通过CPU把你吸引进来 然后你买点什么别的 什么主板什么东西的 赚钱钱 所以这种我说实话 其实他们很多标的价格 都比我们正经的提货价格要便宜一点 那肯定有人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拼头多上去拍三面CPU 大哥 你都知道拼头有的店铺它会跑路什么的 我去那地方拍 我指望有收获吗 难道就是 它到一跑一弄 万一人家CPU坏了 那我天天给人买个新的 那做生意 我也不能这样做 或者再讲值半点 我也不能为了省了几个块钱差价 我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那这商业上也是划不来 所以就是说售后这个东西呢 整机跟配件还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也可以说 你名义上来说 你每个配件坏了 你可以都去找店家或者厂家去弄 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 你知道他哪个配件坏了吗 他就知道我电脑坏了 那你知道是CPU内存什么吗 他也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风气特别不好 我也是在评论中看到 可能觉得配件老的有什么 他甚至都不愿意去研究 什么贴吧 什么地方随便 什么显卡八糟 什么贴吧里面 随便搞一套配置 然后搜最低价买 买买买以后 你也不用学装机 100块钱都不肯花 什么50块钱 找个人给你把机子弄好了 然后你电脑发现出问题了 在50块钱找个人帮你修一下 甚至有的小故障 人家都不收你钱 让人帮你把什么配件坏的找出来 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我听了这个就挺那个的 就还那句话 就是我比较 我还是挺鼓励大家自己去买配件去装的 但是对吧 这样确实是最省钱的 对吧 没有中间商赚你差价什么的 我们说实话 我们自己装机 我们就赚个什么 对吧 我们拍我们装机子 我们用的配件 在价格尽量低的情况下 还是得用一些质量至少要靠谱的 比如说有的东西虽然便宜一点 但是质量不是太为好 那我们就宁愿不用 用稍微贵一点质量好一点的 那我们配件选择会稳妥一些 不会去追求那种极致的性价比 极致的低价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质量不错东西 另外的话我们所有东西 发过之前所有配件拍序列号 所有东西组装好了对吧 我们不管是三四万还是23000电脑 该走配件都走 然后呢 所有机子我不知道有几单做到 我们一个个去烤机 我们有个那个检测流程的 不仅烤机 完了以后我们还要检查 什么机箱的前置接口是不是好的 后置接口是不是好的 然后什么有没有异响 有没有噪音什么都要检查一遍 你说这东西你看不上你就看不上 但是我觉得对于小白来说 拨手还有点用了 那很多人他自己装个机子 把内存单双通道都插不对 内存直接插一二 他不知道间隔起来 看他那个CPU那个显卡供电线 有的什么什么3080 还去插个一转二的 我都不多说了 对吧 这些东西其实说实话 他还是就是我们赚的 也就是一个人工费 薪股费 另外你机子坏了 当然可能必定是你坏了 日常使用中总会遇到点问题 比如不小心点了个更新 更新完了一个 把微软像这个坑列一样 你搁那个版本本来记得好好的 然后就蓝屏死鸡怎么怎么的 或者当时22H2很经典的 突然显卡带用降低了 对吧 那我们得大家跟你说一说 怎么做吧 比如说你今天你的电脑突然上不了网了 这么怎么的 我们得给你看看 是不是不小心驱动出问题了 弄一弄 甚至有的客户也挺无语的 他又不肯买正版游戏 盗版游戏又不是很懂 然后估计以前都去网吧 第一次自己买电脑 他不知道要装那些什么裤什么的 运行不了又来叫 那你也得给他弄吧 对吧就是赚了一份辛苦钱 那如果说你自己装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要想那么简单 说是50块钱装个机真的 我现在的观众 我问你们 一个陌生人找到你 就给你50块钱 让你装台机子 你愿意装吗 我估计很多人都不愿意装 即使是那种 排在机子里点亮了 我就跑了 给你50块钱 有的都不愿意去装 因为有的时候 你整一个那个什么散热器 整个那个机箱七七怪怪的 弄起来也不是太好 即使让你装 反正就是给你塞进去 能量就行了 别的东西都管不着 所以我还是觉得什么 建议大家什么 就是说 你既然想去自己装了 你尽量还是自己花点时间 去做一些研究 因为现在真的是装机教程 满天飞 你只要真的稍花半个小时 不说你特别懂吧 你基本的一些 大概应该知道吧 甚至说 现在的很多主板散热器 机箱的说明书 也都写的很详细 你稍微看一看 至少不至于说是那个内存要差一三 你都不知道 就很多人他真的 我觉得 我也觉得是网上一个挺不好的现象 很多你花半个小时就能学会的东西 翻翻说明书 就有了 他就又不去看 他宁愿花两个三个四个小时 去网上到处问 我这一看怎么搞 怎么要求助 小白求助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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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宁愿去相信一个网上 见都没有见过人跟他说的话 他也不愿意去相信 厂家说明书里面已经 就专门针对他这个型号 写的一样东西 他就不愿意 既浪费了时间 甚至还得到了很多错误的东西 就这样 反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挺贵的东西 我自己也能遇到 就是因为淘宝店里面 除了卖整机也会卖卖硬盘什么 别的东西我真的不太敢卖 硬盘卖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售后很少了 但是也会遇到很多令人无许的东西 就他有的客户 他可能这个盘已经收到了 可能都七八天了 他就是不确认收获 他就一直在那边点廉长收获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去问他 你这东西都已经收到六七天了 干嘛不那个啊 什么我买的什么别的配件还没到 怎么怎么啊 我必须要对吧 确认上机自己测试过了 我才能确认收获 我就觉得这东西挺无语的 因为你即使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 你收到货的七天 就知道问题是可以退的 15天是可以换的 那你比如说你超过这个时间 就按照法律来说 那就是正常的走售后 就是我们举过极端点例子 真的有的客户我也觉得很不理解 他买了个硬盘 他过一两个月 他才把机子装起来 你知道有时候他就很不巧 他那个盘到手坏了 但是他那个盘 放了在他那放了一两个月 他才上机这么这么的 然后客户就闹炒 你必须给我退掉 必须给我换个立马换个新的 因为我这个是到手坏的 我说对吧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这东西 毕竟是你在你这放了两个月 你才装机 你跟我讲到手坏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那啥 你要是比如说 你当时确实收到货了 你试一下确实坏了 那咱也没多说的 立马给你换了 这个也是法律要求 也是我们一般做的 你这东西你自己放了两个月 才装机 然后呢又说到手坏 这个多少是不是有点那个 所以我就有点不太能理解 就是说你买个配件 我觉得前前后后十天可以的吧 你像这种组织台电脑按月计算的 我是不太能理解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那很多的客户 他买了硬盘 然后跑过来说什么硬盘坏了 什么东西的 问他啥也不懂 就是说找的修电脑的 跟他讲硬盘坏了 有的是新装机 有的那些装电脑的真的是水平太差了 真的我都哪里知心都 都现在这时候了 还有的人就是拿那种构次的装 然后那个系统班们老得一塌糊涂 然后那个有的NBM一盘 他都认不出来 然后就在那里面一口咬定 我们的硬盘是坏的 怎么怎么怎么讲都不听 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跟客户哭口婆心说 他就不听 他就信他那个随便找的那个电脑层装机的 然后呢我就说我就去他讲 那你都找电脑层那些装机的了 你直接在人家那里面配一套算了 对不对啊 何必你网上七拼八臭弄一些配件 然后就交给人家去搞 你直接一套交给人家算了 反正到你出了事就找你 你都给解决 你管它是什么三脚猫功夫 那他总得给你解决吧 你总得电脑能给你晾吧 你晾不了 对吧 你当他面他能给你跑路吗 然后非要这样网上买 再随便找个人装 然后就到处扯皮什么的 不累吗 然后是恨着还有时候修电脑说什么 你这个固态硬盘有坏到 老遇到这样子 我当时遇到一个最无语的是什么 是大概12月底遇到一个客户 他应该是一年半之前 买的9月12TB 他说 盘坏的 怎么怎么 问他怎么坏了 他说修电脑说 他的固态硬盘有坏到 怎么怎么的 那当时就 就听了就觉得特别的无语 跟他解释固态硬盘是没有坏到一说的 坏到是机械硬盘 它是磁的 它是机械的结构 它有磁头 所以它有坏到一说 固态硬盘它都是电子芯片 它即使固态硬盘有问题 它也不是 你也不能说它有坏到 然后我们还 然后你要不相信 对吧 我们打那个百度的搜出来 虽然百度很垃圾 但是这个东西搜出来 固态硬盘有坏到吗 人家搜出来一开始就跟你讲了 不然硬盘是没有坏到的 机械盘也跟你讲得很清楚 就不信 他就要听那个找的那个修电脑的 巴拉巴拉 我就说对吧 即使是硬盘有问题 对吧 我们也要讲清楚 对吧 他不是坏到什么问题 对吧 有什么问题你要跟我那个 讲清楚 反正就是唧唧歪歪的 淘宝就是反正他受不了 我就要退货 我就要退货 他说硬盘有坏到 那我就要退货 怎么怎么的 就特别的费劲 什么什么的 后来我也是打电话过去问他这个客户 反正也听得很那个 他自己呢 什么也不懂 网上七零八件配件买的 然后呢 用他的原话说 还是花贝分期买的 买了一年半多了 到现在钱也没有还上 然后现在电脑还用不了了 非常的神奇 觉得自己很倒霉 分期的钱还没还完 电脑他居然坏了 然后就找续电脑的 怎么怎么 修软就是跟他讲硬盘有坏到 巴拉巴拉巴拉 我说对吧 这东西我们看看你的故障 你可以把硬盘寄过来看一看 如果确实坏了什么的 我们就正常走售后 三星硬盘怎么可能坏呢 是我朋友跟我讲的 三星硬盘 是质量最好的 它不可能坏的 我说这话你不能绝对说 虽然我说实话 三星的盘 故障率极低 我们卖了几千个 坏的 也就个位数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会坏 不管不管 怎么怎么 他说三星硬盘怎么可能坏 你们这个肯定是假的三星什么 我就当时就听得特别的无语 然后我跟他讲 你即使这个盘坏了 因为你是买了PM91 它是欧易安排 正常的售后基本都要二十三十天 然后你这个东西还有个两礼拜 差不多就要过年了 这个东西你去售后的话 年前也回不来了 又叫又弄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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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反正印象特别深 我也不是说去什么人人骑什么 他说我这什么得过病得过重病 反正做过什么大手术 什么呼吸道不太那个 现在外面这个新冠有这么多 我要是这我这个是拿来工作的 我要是这个电脑用不了 我就得去网吧了 去网吧的电脑上工作 网上工作那么多人万一我感染新冠了 我本来肺就不好 我怎么 兄弟我我怕你了 行吗 你就这样搬出来了 我也不管你说的真的假的 我这我先拿一块512的盘 你先拿去用 512够用吗 够用啊 你先拿去用 系统会装吗 不会装啊 我找他们随着脑袋给我装系统 行吗行吗行吗 真的我说实话 你说你自己买个配件什么的自己弄 你说你不会装机就算了 学个装系统真的不难 还有宁愿花钱找人给他做系统 做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乱七八糟系统 这么这么的 啊对吧 先给你盘去用 我们把盘收后 以后回来了 再把盘给你 再把512的给我 押金 我也不敢不敢不敢给他要 不敢给他要押金了 人家这个又是花呗 又是什么重病的 啊对吧 还给他收个押金 算算对吧 就去寄给你吧 对吧 你真的要这个盘 512的盘 那不还我我也认栽了 不管了对吧 你犯不着 人家有重病的什么的 实在是我怕了怕了 但我说实话这个例子可能取得有点极端 但就是这样 卖个硬盘都能遇到 反正就是他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 他就反正 他就觉得他就说你硬盘有问题 我之前讲过最夸张的 他显卡出问题了 他也怪硬盘什么 我们的硬盘把他的显卡给烧了 我们要陪他显卡 就去懂 就是 反正说回来这件事嘛 我觉得总结几点吧 就是一 他这个人喷我 确实起的标题 很有流量 很多人 现在网上很多人看到这些东西就特别开心 他觉得 你只要站在消费者角度 哪怕你无理取样 你就是骂商家什么的 他就是有那个博主都是黑人的 什么的 都是坑人的 什么的就有流量 那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你批评人的话 你得稍微 把事实讲清楚 比如说你这套东西 你批你即使拼得多收最低价 都要4500 4600 那我卖个5100 你又收不了 哇他太黑 他居然贵了这么多 啊我这外面50块钱找个人装机 就能搞定的 是 他居然要多收我500块钱 那我觉得你喷我 我也能理解嘛 对吧 因为我们本身对吧 进货渠道就不一样 售后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还有人工费 对吧 我们还有房租什么东西的 南京这边超市化租金开销也不低 甚至我在讲难听点 你就跟那些别的博主的那些外包店比 对吧 我们这一套又是走背线 又是前后拍照啊 又是给你各个像烤鸡 又是检查各个地方的东西 然后售后 对吧 我自认为不算实权实美 就是算是个人的售后 对吧 客服都是正常人 能跟你说话 都是能正常沟通的 而不是那种天天只会喊清 然后啥屁事也解决不了的 我们都是正常人 能跟你解决问题的 也不是那种 他们一天装个十几台 我们就都一天装个三台 一个人装三台撑死的 员工也是人 你也不可能把他压榨 对吧 价格有点差异 你嫌贵 你可以不买 你可以找那50块钱装机的 或者找那些乱发东西 都可以对吧 你就觉得喷我这个对吧 贵了500块钱 你就是受不了 就是要黑心 就是黑透了什么的 这些我都能接受 因为你讲的这个东西 确实是一个事实依据 这个定价 他就不一样 那同一份菜 那不同的菜馆里面 对吧 他这个定价不一样 都能接受 甚至同一件商品 对吧 你拼多多咸鱼淘宝京东的价格 对吧 同一个主板 可能价格都不一样 对吧 这个就是不同选择的问题 你喷他 你只要你确实 你说的事实存在 那我觉得你去喷 我觉得无所谓对吧 你说我接商就接商了 但是你不能对吧 把一个对吧 四千五四六才买到的东西 你非要说是对吧 四千不到 一模一样就能搞到 那这不不倒人了吗 那我就被莫名其妙扣了一个帽子 太夸张了 这一二的话对吧 你即使去喷什么东西 你从价格上面喷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吧你在里面喷什么 用3050就是智商检测 对吧 3050谁用啊 用去用二手2060 对吧 什么地段N卡都是弱智 对吧 你用什么A卡秒全家什么的 还有什么 你居然用万子千红这个条子 怎么怎么怎么太垃圾了 你居然用华硕的这个板子 太坑了 你为什么不去用什么明轩的板子 巴拉巴拉巴拉 你这个机箱 你居然5000块钱机子 用了个三四百块钱机箱 50块钱100块钱机箱 不可以用吗 然后把这些东西啪啪啪啪啪啪啪 然后呢 哎呀我就觉得就没意思了 真的真的就觉得没意思了 华硕H610-A的板子 我觉得真不差 你还有人说什么 对吧 你这板子就是用华硕有回控什么的 哎呀我看了真的就哭笑不得 就一五六百块钱的东西 都能上升到这么多 还有你说N卡这东西 对吧 你可以说对吧 3050它性价比不是很高 定位不是很那个 但是那个价位1500到2000 新的卡 那我不买3050 我用啥呢 那下面1660 Super 上面3060 那中间它就 它就一个这玩意 你非要去说什么杠什么 矿卡2060多便宜 或者A卡巴拉巴拉什么的 我觉得就有点无力取闹了 就是对吧 你正常的买个东西 还得去买矿卡价格比 就挺没劲了 A3我也觉得最后想说一下 对吧 我觉得是现在这些网上的 有些这个风气啊 真的是不好 就是宁愿把大量的时间 放在网上炒来炒去 对吧 你谈论技术也没人看 多无聊啊 没意思啊 看不懂 太枯燥了 太高升了 不感兴趣 一扯到什么 撕逼扯皮 大家就特别齐劲 然后哥哥生龙活虎义愤填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而且这样很多时候会影响 特别就以我博主导演 很多时候会影响我对这个 网络的一种看法什么的 因为我也知道相当多的观众 他是看视频是来学技术 学知识的 他可能看完一个视频 最多点个赞 也不会去留言 也不会去评论 也不会去发弹幕什么的 但是一遇到这种撕逼的东西 啊就是弹幕留言特别多 然后呢 就很容易煽动起情绪 就讲的不好听点啊 可能这话讲的不好听啊 就是 是不是对吧 网上愿意发表意见的 展现存在感的 大部分都是那种 啊喜欢这种炒来炒去 但是 这样的人确实他能提高你的视频的数据 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人他并不能代表网上很多 看似没有痕迹 但是他会 从你视频里面学到很多的人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知道对吧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很早之前的建哥说 啊因为当时我也是肠道甜头了 对吧就觉得好像煽动一些情绪 把厂家骂的狠一点 就会有很多 好像数据都特别好看 但后来我想清楚了 就这些人啊 他只是来煽动情绪的 他并不会去学你的东西 你今天把一个厂家骂的狠了啊 他就给你点赞 给你发好多留言 怎么怎么转发什么的 那下一次你说的东西不合他意了 对吧 没把厂家骂的跟孙子似的 他就看着要取关你什么的 没劲对吧 咱还是老老实实的把内容做好 涨粉涨的慢点 甚至还会掉掉粉无所谓对吧 咱踏踏实实的积累一些喜欢学知识 学技术的观众就行了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 可能年前的倒数第二期视频吧 下周我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录出来 那就到这里 可能也是提前祝大家 新年快乐吧 让你们比方点个小杂和铁克赞 因为我们去穿着YouTube 你们家能不能知道 如果想那个更多电脑自动 可以跟我们微信公众好 传个下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找到电脑传播的数码 我到时候跟你传玩客 最传玩客 我见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